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我们的十分钟健康早餐计划 今天我们请曲浩大师给我们贡献一道菜 我们今天猛牛早餐奶独家赞助播出的这期节目叫做奶香烩饭 国际级夫人大师区号最擅长传统菜式的继承和创新 今天的奶香烩饭最多花上十分钟就可以做出了 周老师 咱们介绍一下煮料煮料 今天煮料就是剩的米饭 剩饭 加上胡萝卜和香芹 还有虾仁 还有早餐的 调料用到盐 胡椒粉 还有味精 平时我们一有剩饭就是炒炒饭 熬个粥 很简单 但今天这个奶香烩饭一听见名就不简单 早餐也做出大文章 第一步怎么做 现在您做点开水 我的开始 切东西 先把香芹切成粒 然后再把胡萝卜也切粒 雪儿 我跟你说 我那个街坊大妈还跟我说呢 说的这个真好看 十分钟这早餐就得了 而且这奶我们又有新的认识 其实这奶真是好东西 而且它富含食物纤维 尤其我们早餐奶 还有麦芽 多好 早上喝杯奶 关键奶还能排毒 很好排毒 而且能够消除腐胀 这个胡萝卜最不好熟 所以我们要先放胡萝卜 煮一肉它 让它基本成熟回软了 我们稍微给它点点油 更香了 因为它是这个脂溶性物质 对 让它的营养价值 丰富 胡萝卜煮得差不多了 行了 这时候我们下入 哦 虾仁 把虾仁炒熟 像虾仁 好嘞 焯一焯 一个让它初步成熟 再一个去去虾的那个腥味 好 开锅了就可以了 我们关键小火 我们把它倒掉 倒入肉烧中 好 同时 刚刚才现在开始点火 好 这时候呢 我们下入早餐奶 哦 来 下面把它那剩饭倒下去 哦 会饭 对 稍微给它 对 可以压一压 对 董老师 我们给它压一压 两岁的糖 剩饭 剩饭呢 它这个正好 它把这个奶吸得更足 更足了 而且你吃到米里头 这个奶香味也特别浓 这个剩米饭啊 一般的时候呢 过去我们讲 剩的米饭容易 表面有点啪嗒 发娘有点不好吃了 我们一边加点什么柠檬水 哦 一半 柠檬水呢 还有很强烈的酸性 没错 能充分地达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再要呢 可以沏杯 很好的茶 倒一点点茶水下去拌下去 剩的米饭也好吃了 还有茶香气 对 来 这时候煮菜去之后 最后把我们煮的这虾仁 和胡萝卜放菌 回锅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加入调味料 来 加入一盏点胡椒粉 盐 最后下芹菜 因为芹菜呢 含有维生素C的东西 不能长时间的煮制 对 基本上就可以关火了 对 关火以后 一开锅就可以了 咱们再点点味精 来 少许 少许 味精少 因为这是奶嘛 突出奶香味 对 好 谢谢 老师 奶香焯饭我们都做好了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做一道小凉菜 来 做点水 咱们焯这个菠菜 香肝呢 我们切条 便于它入味呢 我们打点小的缩一刀 那上面打点花刀 破破啊 反过来 这边再打 打得不要太深 太深就断了 然后给它切成条 好了 这边吹开了 吹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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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还有豆腐干 所以菠菜豆腐 说不能同吃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其实看你怎么吃了 你要把这草酸给它焯了以后 就没有问题了 淋点油 好 你那边焯着 加点冰水 好的 一键盘就行了 对 拔不凉 给它弄凉了 好 可以拿出来了 这个呢 我们切成三厘米的小段 就可以了 好 切得也挺快 对 然后把切好的 这个香肝条也放入 最后把切好的梅姆葱丝 好 放入 这时候我们加入调味料 少许的胡椒粉 胡椒粉 然后香油 味精 味精 盐 都散开来 再来点红油 来点红油 增加点辣味 刺进食欲 好 好 用筷子给它拌均匀了 这很毒 非常简单 实用 在家里头 做起来很顺手 会饭 里边奶一香四溢 再吃我们这个小凉菜 非常好 再配上几个小点心 早餐 就齐了 十分钟健康早餐 好了 十分钟不到 也就是七八分钟 奶一香四溢的会饭 还有我们这个 非常美味的小凉菜 现干杯拌起菠菜 这有小点子 对 得没法酥 奶香烩饭的制作步骤是 香芹切粒 胡萝卜切粒 虾仁切粒 分别放入水中超烫 捞出待用 加入早餐奶煮开 放入剩米饭和超好的蔬菜粒 虾仁粒 调味即可 再搭配一个爽口小凉菜和主食 这套营养早餐就制作完成了 赶快试试吧 正巧 现在我们这个猛牛百分早餐健康型特别节目已经开始了 您呢 踊跃报名 您肯定行 您行 我行 大家行 好 明天早上 老朋友 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东北的柳阿姨请邻居品尝朋友刚刚从南方带来的新鲜上市的茶 品茶的同时大家对茶叶入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侯君来到他的家中介绍了一道茶香鸡 并且介绍了许多茶叶入菜的窍门 敬请关注明天的节目茶香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